大家好,我是Den 12月16号 金中古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公开了在世界反药物组织 正式批准的美国机关进行的药物检测 结果是绝对没有从外部注射药物 完全彻底的证明了 金中古是自然的 最后金中古表示 虽然不知道看的人是怎么想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 是一个漫长又痛苦的事件 这件事也已不是就算了 对不起这样结束了 然后我有说过对酸民们的法律惩罚 但是我怎么想都觉得 那些人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治疗 比起对于那些人的惩罚 更想要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所以想要用为了采取法律措施 准备的3000万左右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决定捐款出去 到最后都是大人物 真正的胜利者 对应的方式也是 金中古越看越帅气 因为一个傻子 辛苦你了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听说过Lukbo影片吗 Lukbo是为炫耀模特摄影师风格 造型师或服装系列 编译的照片集合 普洛格玩家会模仿 当月或当季的时尚外观 简单的说就是在镜头前面 亲自给观众们看各种穿搭的影片 而这两天 韩国一位YouTuber的Lukbo影片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这位YouTuber的影片风格就是 从穿着内衣的样子开始 一件一件的穿当天要穿的服装 而引起争议的影片就是 穿大汉航空空姐制服的这个影片 因为可能会黄标 所以我把网址留在资讯栏上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女的想要在网络上露脸 做这种事情吗 因为她空姐的人权推破了50年 你因为观看次数会很高兴 但实际受到伤害的 都是大汉空的空姐们 于去不也有孩子们在看 很担心小学中学的孩子们会看 直接就播放穿内裤丝袜的样子 不能直接强制下载这种影片吗 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吗 但是在引起争议之后 这影片的观看次数也突破了300多万 频道的订阅数也急速上升 正面的留言也是越来越多了 看到幸福后来仇胜了 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应该就是嫉妒的那些人创造争议了吧 姐姐身材管理得很好又漂亮 很时尚非常喜欢 希望能继续上传好的影片 所以对于这种录布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有人在看海贼王漫画吗 在海贼王漫画里 有这么一段我非常喜欢的内容 你认为人什么时候会死呢 是心脏被手枪击穿的时候 不对 是得了不治之症的时候 也不对 是喝了剧毒蘑菇汤之后 还是不对 是被世人遗忘的时候 2017年12月18号 四年前的今天 下一尼穹雄离开了我们 四年了 四年 但是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思念着穹雄 穹雄哥哥 很抱歉 每次在我身心疲累的时候会来找你 最近真的很难过 还好能这样看到你 听到你的声音 很想你 谢谢你今天也安慰了我 因为怕流泪 所以故意不会来看MV 但是今天 真的想放声大哭 所以来了 穹雄在那里过得还好吗 那个时候 我是中学三年级 现在已经准备高三毕业了 这样继续下去 有一天我会变成穹雄的年纪 也会变得更大吧 到那个时候 你的哥也会深深留在我的心中 像今天一样 想要得到安慰的时候 会再来找你的 谢谢你 其实很高兴 都过了四年了 还是有这么多人 记得你 回忆你 穹雄也依然是安慰这么多人 现在穹雄变成 想你的猛年了 好想你啊 穹雄 虽然已经四年了 但是穹雄没有被遗忘 还是有那么多人 怀念着穹雄 回忆着穹雄 所以 希望穹雄能看到这些 在那个地方 永远的幸福